我整天都沒有拿到墨鏡了 這次拿掉了 真的是 太驚為天人了 墨鏡擋住我世界 我也不爽我墨鏡 墨鏡丟了 真的是 砸爛砸爛 等一下出現在我這評分上面 只有兩個字 滿分 劉老師 Great 我覺得 因為之前其實在 YouTube上面 都有看到很多你的影像 但我一直選擇沒有點進去 因為所有下面的評語 都是非常好的 我想說我之前要來 總決賽的話 我覺得要保持一個非常 公正的那種感覺 不要被陷入為主的感覺 但我剛剛看完真的是 震撼 真的是震撼 我覺得你剛剛說什麼 大家是不是因為你唱中文歌 才對你有不一樣的一些期待 或是一些評價 我覺得不用這樣想 剛剛你中間那個 Bridge變成中文的時候 還好我戴著墨鏡 不然我是淚眼閃閃 真的 特別那種 催心的感覺 你知道 往心裡撞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特別的好 我看他永遠 嚇我一跳 好的 我整天都沒有拿到墨鏡 這次拿掉了 真的是 太驚為天人了 墨鏡擋住我的世界 我也不算我墨鏡 墨鏡丟了真的是 砸爛砸爛 這這這這 導播那個 怎麼辦 被偷了 導播麻煩幫我剪接 我上一段獎好不好 現場直播是不是 現場直播沒辦法剪 在我的平凡頒表裡 絕對是滿分 太多滿分 對這個小外彈 但是你要先問一下 腳本拿好拿好 您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表演 您喜歡嗎 我覺得 HIP HOP裡面有他這樣的角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就是讓大家更 很多人會覺得 說唱很嚴肅 或是其他要有一種 要有一種很莫名其妙的一些 你知道 那種態度或是什麼 但他用不一樣的一種方式 讓說唱變得 我覺得是有藝術了 你知道有那種感覺 就是讓大家會有一些 更能貼近他 因為之前他 之前在別的節目 我見過他 我對他印象很深刻 很嚴肅的說唱比賽 他給我搞笑 所以就非常印象很深刻 對 然後我就一直記得他 然後後來他在網上 又說我不好 然後我就也記得他 我沒有了 我沒有了 抓到 來 所以還好你碰到是我 你知道 我不會計較這件事情的 體系的表現 就是個嘻哈巨星 好不好 厲害 老蝦老師怎麼了 沒有 沒事 沒事沒事 講得非常好 好好好 不一定喔 可能還是會忌恨 會在分數裡面顯現 你自己保重 最高是兩分嘛 對不對 最高是兩分嘛 沒有啦 兩分太低了 好 我們謝謝屁孩的表演 謝謝你 謝謝 我喜歡 很喜歡 非常好 大家給他尖叫聲好不好 你喜歡 因為其實 19歲嘛 你知道 我覺得19歲 能唱出這樣子的東西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19歲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幹嘛 那這首歌曲 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 就是個可能 嘻哈加一些搖滾元素 不 這首歌非常難唱 它的卡牌的地方 它的重牌的地方 要下去的時候 要非常好的控制 所以我覺得今天 老實說在 口技上面 說上上面有一點小瑕疵 但以整體來講的話 我非常喜歡這個表演 我覺得你做得超越 你自己年齡的表現 很棒 加油 謝謝老師 一個超領的表演 韓芳 最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